字幕提供 今天和大家煮這道洋蔥豬扒 其實這道菜很容易煮 或許許多人都會煮的 但有時煮食的難度不是煮食的難度 就是想吃什麼才是最難的 所以我就把這條片上架 如果有時想不到吃什麼都可以看到給點靈感 就算可以做洋蔥豬扒也可以 或者變成洋蔥牛扒也可以 買了豬扒回來我們就醃味 某程度醃味就好視乎每個家庭的喜好 豬扒醃了一會就煎香去 我們煮這道菜 那些豬扒最重要是買些肥一點的 這樣煮出來才夠香和夠好味道 如果用瘦豬扒 煎完出來煎油出來就會瘦豬肉乾 煮這個菜最適合給小朋友吃 淡淡肉又有汁拌飯 小朋友吃飯都會多吃一碗 煎的豬扒不用煎熟 最主要是煎香 然後煎一下 煎一下豬扒繼續煎另一面 就算煎到有一點點焦也不怕 因為煮完不會覺得焦了 煎到兩邊也看到有些焦了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煎到差不多可以上碟準備了 這個時間可以先放在碟裡 等一會準備用 那些豬扒煎好了 我們就放一會 放去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切件 不要一煎完馬上切 因為這樣做肉汁就會走 我們把豬扒切到粗條就可以了 還可以看到豬扒裡面 還是粉紅色還未熟 這個狀態就是最適合的 剛才煎完豬扒的鍋 就不要洗 繼續用來炒洋蔥 因為裡面有豬扒的油 這樣就可以加些味道到洋蔥裡 不用浪費 開著中火 慢慢把洋蔥炒到軟身 慢慢把洋蔥炒到金黃色 這個時間慢慢炒 炒到洋蔥開始變軟了 我會加些茄汁入洋蔥裡面 讓豬扒出來 味道更複雜 好吃一點 看到洋蔥都軟了 這個時間就可以放豬扒進鍋裡 連醬汁都不要浪費 都要放進去 放了豬扒之後 就可以用鍋蓋蓋蓋 焗它一會兒 大約用中火焗它五分鐘左右 焗它五分鐘之後 其實豬扒已經煮好了 我們之後再煮一煮 煮到豬扒和洋蔥 就可以上碟了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給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